大姑姐大姑姐 你匆匆调的干嘛呀 李婶她儿子回来了 她说等一下过来找你 啊 我都好几年没有见她 李婶说你们是青梅族马长大的呀 听说她现在还单身哦 哎呀那都是小时候犯理由的事情啊 哎呀别弄啦 赶紧去打扮一下 去买点南瓜吧 今天给你做摊员吃 好 难怪可以做汤圆吗 奇奇怪怪的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开车的呀 哎呦你没事吧 嗯 还好幸福东西没算坏 你这个人怎么都不问一下我有没有事啊 那你有事吗 哎呀没事了没事了 不如你开车小心点 哦 哎你知不知道小敏家里怎么去啊 好几年没回来了 这个变化太大了 你是我们村的吗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是李婶的儿子 你就是李婶的儿子啊 走走走我带你去 哎你干嘛 在前面带路啊 到了到了进来吧 大哥姐李婶的儿子来了 哎小敏 哎小五哥 好久没见了 哇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 我记得小时候犯牛那时 你的脸好黑的呀 画的画的 来小五哥先喝茶 哎时间过得好坏啊 哎听说这么多年你还没人要呀 还没找到合适的呢 哎我也是 那你赶紧就去找 你会伤死了 哦 好像今天天气有点冷哈 上了年纪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五层这么厚的绒服 记得把垫子拉高一点 哎真是个木头 那么轻快 大哥姐 面粉跟南瓜我都买好了 你是说做汤圆吗 我来招待小五哥吧 哎呀你醒目一点好不好 你看你们两个从小青梅竹嘛 现在都是单身多好的机会啊 我告诉你等一下吃了汤圆 你就主动点约他 广场那边有一个灯迷会 你们去逛一下 哦 爱都有极限天可见 心碎在所难免 以为通过情怀 多了些修炼 如果人间 就动的方位 说来惭愧 人只要有机会 就有沦陷 嘿 别再太爱 他可曾 想过 回来 嘿 醒过来 你很好 来吃汤圆呢 哇这南瓜汤圆真好吃 哦好吃好吃 小五哥你吃饱没 你不是还有话跟我大姑姐说吗 哦 咱们 你自己说叫我吃完菜 你去找餐看真迷 你看都还没吃完呢 等我一下啊 哎你这个老四喊喊的字 难怪你单身 你觉得老四喊喊也挺好的 呦 开始做事情有了呦 中你个头啊 我脑粉 我脑子 不想准备好 在等你 那些蜊